孙斌以宜兵计喝退成须来犯的秦军 赢得君臣一片赞赏 老实远征 急急赶回救援的庞娟 却被冷落一旁 不久 孙斌借到齐国来的家书 怀乡私亲的孙斌 在庞娟的怂恿下 想未亡告假 不料却被以叛国罪打入死牢 行刑之际 魏王却突然传旨赦免了孙斌的死罪 留住性命却失去了双鬓的孙斌 也由此陷入无可救药的癫狂 齐国派众臣田济出使魏国 庞娟为他准备了一场 以活人为把的涉猎游戏 八者正是癫狂错乱的孙斌 八者正是癫狂错乱的孙斌 八者正是兄弟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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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 君子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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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王冠祈求 在河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君子好求 王冠祈求 在河之中 君子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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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君子好求 潇潇淑女君子好求 君子好求 请 拜见 戴娃 戴娃 赵庞涓入宫 不知有何紧急军务 庞将军 你的属下 日前在齐渭边界杀死一名齐国奸细 从他身上搜出了孙殡的一封亲笔信 兄长明鉴 帝无日不思念重返故乡 报效父母之邦 然帝深知齐渭难免一战 故假意投奔卫国 以探清底细掌握内情 致为国于死地完成齐国争雄天下之大业 请兄长持此信进见齐王 必并顿手 庞将军 以你之见如何 戴娃 这不可能 孙殡与秦国打兵压境之际临危不乱 以少胜多 忠心耿耿 天地可见 来凡者如果不是秦而是齐 又当如何 戴王 这绝不会是孙殡亲笔书写的 一定有人陷害孙殡 庞将军 戴王 臣情急之下 举止荒唐 望戴王恕臣鲁莽之罪 庞将军 你与孙殡手足情深 寡人不怪你 但通敌之罪 国法难容 戴王 孙殡对戴王忠心不二 我庞隽愿以性命为其担保 孙殡绝无反心 寡人也不相信孙殡有谋反之心 只是如何能证明孙殡的清白呢 臣可力劝孙殡接受克将军一职 若孙殡欣然接受专心效力戴王 此信便可一烧了之 如三天之内 孙殡告假反其 此信便可作为罪证 孙殡当战无益 好吧 寡人只好静观其变了 庞将军 你可不能将此事 投入给孙殡知晓 臣不敢 那封信上的字迹 颇似孙殡的首计 然臣实难相信 孙殡竟会如此的奸诈 寡人也是半信半疑 即使此信是假的 只要孙殡知意反其 他也不能再被寡人所用了 但孙殡未必愿为其王效力 万一呢 任意心难测呀 那么还是杀掉为好 已经是第三天了 但愿他不来找寡人告假 启禀带往 孙殡请求见带往 孙殡孙殡 孙殡敬拜见带往 拜见公子 孙殡 孙殡何事求见 孙殡恭请带往 允准返乡探视 返回齐国 正是 父母之邦 多有所念 如此急切 驾兄 体弱多病 立当释放 盼其康复 重整驾业 正是臣的心愿 可有 亲笔书信 拖往齐国 有 三天以前 不错 可是 这封 怎么会在公子手里 你可认识这位 他是齐国商人 叫丁乙 商人 你难道还要欺骗寡人吗 孙殡 你辜负了你兄长 庞娟的一片苦心 和带往对你的期望 他不过是把我的亲笔信 带到齐国 来人 有 拿下孙殡 押入死牢 是 带往 庞将军 事已至此 你以为如何 臣庞娟丹于私情 赌信有疑 师之明察 牵连戴王险些中计 臣请戴王至罪 上必行 伐必荡 寡人岂能滥杀无辜 何况 你有功于寡人 庞将军 依你之见 孙殡应当如何处置 听凭带王吩咐 你之后 宝人 寡人意爱孙殡之财 可是叛国之罪 国法难容 将孙殡斩首始终 庞江将军 待寡人奸行不得有误 臣遵命 你一个女流之辈 就能从大牢里把孙殡救出来吗 这不是飞蛾扑火吗 你倒是说话呀 孙殡对你就那么重要 他难道不是你的兄弟吗 你一定是被孙殡不嫁了 好吧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让孙殡隐居山林 又不出事 为什么 这个世界到处是战争 人和人之间无情的争斗 有什么好的 你们隐居山林 那里没有战乱 没有争斗 人们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我这太太平平的日子 该有多好 大哥 我和孙殡会想着你的 你告诉孙殡隐居山林 我庞娟心里 永远把他当成最好的兄弟 但我庞卷 绝不容忍别人愚弄 大哥 我不明白 这些男人捡的事情 你不懂 孙殡明白 今晚 今晚我就把孙殡放出来 你带他离开魏国 永远不要再回来 师兄 师兄 不代我恩政如山 我怎么能做这种 不忠不义的事情 打开 师兄 进去 退下 是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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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师弟 怎么 师兄 你要放我出去 婴儿 又托付给你了 你若是有负于他 我必杀你 师兄 我不能这样走 我不能让你再受我的连累 我自有办法 你出去以后 跟婴儿 好好地过日子 永远不要再 也好 待我出去以后 弄情真相 报仇雪恨 我们兄弟再聚到一起 永不分开 你想报仇 此仇不报 孙兵势不为人 婴儿跟我说过 你们出去以后 隐居山林 永不出事 师兄 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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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稍待片刻 我去去就回去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婴儿 婴儿 怎么 我大哥还没来 他已经走了 他为什么不放你出去 我明明和他讲好的 婴儿 你哥哥是怎么跟你说的 他让我们隐居山林永不出事 什么 他还说些什么 他还叫我告诉你 他心里一直把你当做兄弟 但他绝不允许别人对他的娱乐 不会的 不会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 孙斌 你怎么了 孙斌 我放你出去 你也来骗我 滚 你们这些虚情假意的狠毒小人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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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 你们这些两头腿的野兽 快 快 我走了 把你的兄弟留在这里等死了 你不知道 你这个兄弟是多么的爱你 敬你 把你当成亲兄长 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对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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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拿笔墨来 让将他扔墨来 扔墨来 师弟 大哥没本事救你 你莫怪大哥 大人 时辰已到 行刑 刀下留人 大王有令 赦孙并死罪 公子 这是为何呀 孙并上书大王 言有家传兵书一部 乃是先祖孙武一作 愿莫写出来 献给大王 大王特命赦免孙并 庞娟现代孙并谢过大王 大王还有旨意 剔除孙并病骨 教庞将军严加监管 杨晓坤 医生 离婚 祂 祂 走 师弟 师弟 左哥哥的无能 还有什么连绵去见师父 师兄 不必如此 师父不是说过吗 命中的再见是躲不过的 小弟命该如此 师弟 你记住 只要我旁权在 你孙殡 就有扬眉吐气的日子 师兄 我所以尚书代王 正是要留下这条命 来报答师兄的大恩 我将先祖的遗祝 默写出来 也就是为了留给师兄的 师弟 尚书一事 你为何不先与师兄商量一下 这 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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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弟 这是写了不少 果然和原作一样 一字不差 不敢查错一字 师弟 你果然聪明过人 当年文王囚禁有礼 不就写出了周易吗 你孙并 也能像周文王那样 开创一带江山 文王 演周易而知天道 孙并如何 别说天道 就连自己的双腿 都不知是怎么废的 一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人有何吩咐 你们多派几个手下去看护孙并先生 要注意他的一言一行 如果有什么情况 随时告知于我 不得有误 属下明白 慢 等孙并先生写完了内部兵书 你们就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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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不要再写了 孙并 不要再写了 为什么 书写完了 你命就没了 你在说什么 有你哥哥保护我 何人还能害我 孙并 你真是傻瓜 害你的人就是 我们走吧 孙并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我们到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 孙并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将军 孙并他 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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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说了些什么 师弟 你这是怎么了 我是火神 祝荣 我要烧 烧出世间的一切罪恶和黑暗 开天辟地的盘古大地 我祝荣 已经把火种 菠萨人间 天地日月 光芒万丈 照耀你这至尊无上的神灵 不要杀我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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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疯了 哈哈哈 大人 看来他确实是疯了 是不是干脆 不 传令下去 严甲看管 不准他离开此地一步 是 虚而无形未知道 话欲万物未知德 君臣父子人间之事未知义 灯将宜让贵贱有等 亲书之体未知理 天地之间道德比义 缺义不可 今日就讲到此处 大家回去 把今天的功课温习一下 好 公诵恩师 寡人打扰邹相国了 代王必有要事 不错 代王为孙殡之事而来 听说他疯了 他在魏国蒙冤受害处境凄惨 倘若不把他救回齐国 只恐不久于人世 孙殡乃是我齐国难得的人才 一定要把他接回来 可孙殡已经疯了 回到齐国恐怕也不堪一用 代王 代王 其先祖孙武说过兵不厌诈 臣愿亲往魏国一行探访孙殡的实情 是 天祭亲自来了 是 天祭为何要亲自出事 来人 在 请田大将军过府一叙 去 孙殡 我要试试你 到底是真的疯了还是装疯 请 请 天大将军 在下 久闻齐人善舍颇响领教 今日在城下设一剑把 与将军一赌输赢 一秋一乐 将军意味如何 西厅尊便 此人是我的一个家臣 疯癫成疾无药可治 我们以此为地 三谷之内以不伤毫发者为胜 你看如何 来人 请 将军 可要见下留情 在下先述一举 请庞兄赐教 请庞兄赐教 在下先述一举 请庞兄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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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将军 剑法 把一道在下甘拜下风 然在下的颠倒八门阵 还要请将军指教 二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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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嫁 二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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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承让 请慢 庞将军 此人为我所伤 待在下命人给他取剑疗伤之后 立刻送还佛中 来人 来人 太王圣灵 四海归心 太王圣灵 寡人 今日喜得孙殿 我齐国强盛有望 孙殿先生 你历尽磨难 终于回归故土 可喜可贺 你有何所需 不妨到来 寡人可赏赐予你 孙殿 代王李贤下世不吝封赏 你莫要错过这个机会 恭贺孙殿先生 请代王赐下臣宫女八名 孙殿先生 这可都是代王和王后亲自为您挑选的 都是清成清国之貌 是啊 是啊 来 快见过孙先生 掌好了 奴婢 这奴婢是哪位伺候 全都把衣服脱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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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